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厦门市政府、厦门大学、计划实验室 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将围绕第三代半导体产业领域 在厦门打造国家高能级技术创新平台 共建半导体研究智库 推动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合作 增强第三代半导体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力争解决我国第三代半导体产业 尤其是装备行业的部分卡脖子技术难题 据介绍厦门市国家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 战略布局重点城市 获批建设海峡两岸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 合作试验区国家新火双创基地 国家集成电路产教融合创新平台 与会嘉宾表示 以淡化加碳化硅为代表的第三代半导体 正处于产业升级关键期 厦门可以以应用促发展 持续铸造好半导体产业长板 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应用的 这个热潮是在功率半导体 希望厦门从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建设 以及产业化的 共性关键的技术的平台发力 有这样一个体系和生态 能够很快地形成一个 产业集聚化的发展 真正地培养出 有国际竞争力的这样的龙头企业 论坛现场 第三代半导体功率器件产业 及标准化蓝皮书发布 将为产业创新寻求统一的技术规则 或技术解决方案 提升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 打造多元化多极化的产业创新生态 好